老闆我要买这些 这样多少 总共1100块 那我只要买这个就好了 这就50块而已 跟你说你就先到那个小姐身边当卧底 我给你一半的酬劳事后还会有更多好处哦 你好我是新来的同事请多指教 欢迎那你就先待在我身边学习吧 那个可不可以先跟你换个钱呢 哦好啊 往后的每个日子小君依旧如往常般到真黑心便利商店消费 而助理则是每天都跟他换钱 时而用百钞换千元时而用零钱换百钞 天哪 我这个月在真黑心商店也花太多钱了吧 究竟真黑心商店老板用了什么伎俩 让小君的花费变多了呢 聪明的你 有答案了吗 先给你们三秒 到楼下留言抢答 不然我就要进入体试咯 大家发现了吗 真黑心商店的老板呢 叫这个卧底去用小面额的钱钱换掉小君大面额的钱钱 就是利用所谓的面额效应 这是个有趣的认知偏差的心理过程 因为当人们把大面额换成小面额时 也就是一千块换成十张一百块 一百块换成十个十元硬币的时候 人们就会觉得这个价值变小了 所以钱换出去的时候 心理负担好像也没有这么重了 就不知不觉的这样积少成多 最后就成了小君花费变多的状况 确实有些人知道这个原理之后 就会随身携带大钞来达到消费节制的效果 不过这也衍生出另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也就是管他的效应 就是当攜带大钞的人 一旦要破例 他就会进行撒钱的大手笔消费 甚至比节省的时候花上好几倍的钱 这个没有像是大家减肥的时候 节食的很辛苦 但一旦破例 就会大开杀戒的暴饮暴食呢 面而下意 你们仔细想想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揪影山分手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